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第一个线性模板 往下面拉一拉 然后这条本身有一条线不好看 所以说我要这两个箭头与画纸给它往下拖一拖 让这个照片融涂融得更好 这条线就消失了 打一个对勾 好 这时候我把小姐姐给它缩小一点点 不要太大了 缩小到这个位置来 好 这时候照片是三秒钟 我给它拉长它的照片尾巴 到这里去对齐 OK 那么这张照片出来 现在我要给照片打一个关键证 好 首先选中这张照片之后 然后这里第一个加好这个关键证打一个 然后再到一秒钟左右 反正这张照片我给它打五 你要做几个动画就打几个关键证 我打五个 两个 好 三个 四个 尾巴这里打一个基本上平均 是不是 是不是 五个关键证打 打五个关键证之后 这时候我要把这张小姐姐给它复制 复制 复制头到前面 复制五层 还没有 再复制 复制 你想做几个人物 你就复制几层 我这里给大家做五层吧 好不好 然后后面挪 找到复制 再往下挪 按住它 按住它才挪得下来 如果你们听到这里基本上都有一定基础了 所以有些地方我不会讲的太细 好吧 要不然有些同学有基础的会写的太啰嗦 你们就去看一下 如果一点基础没有的 从前从前头开始看 好 那么这是五张小姐姐进来了 好 这时候我们要选中 到 看没有 一 二 三 倒数第二层的 看没有 倒数第二层这样照片 好 第一个关键证位置不要动它 我们直接把这个白色这个时间条移到第二针 第二个关键证的位置 好 嗯 要对整这个关键证好 这时候我们把一个小姐姐给它往上挪 往这里挪 然后接下来跳到下一层照片 我在这里又给它往上挪 好 那么再往上走一走 如果你拉不动的话 你点一下旁边 然后再往上挪 这时候你可以再选中这张照片 这个又给它往下挪 好 我们再来再往上挪一下 这个必须要从倒数第二层开始挪 要不然等一下你顺序不对 做出来就不好看 好吧 好 这时候是不是挪好了 那好 再我们把它移动到下一个关键证 好 第三个关键证的位置 我给它往上 哎 等一下 不是从这里好 同学们 我们是要从倒数第二层照片开始挪 这一层 然后给它往上挪 再往上挪 顺序一定要记住 如果顺序不对的话 等一下你们做出来 效果就不好看 先挪哪一层照片 再挪哪一层一定要搞对 看没有 好 再这样挪 紧接着到第四个关键证 移到第四个关键证的位置 看没有 你点中它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关键证了 关键证又出来了 这时候吧 不要选第一个好 同学们 选从这个 我一再强调 从倒数第二层开始挪 选中它之后 让它往这边走 然后下一层照片 我让它往这边走 好 再来 再下一层 是不是 往这边走 好 再来一个 这一层 我们给它往这边走 好 最后这个关键证不用动它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好 同学们 这一节课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